士比亚厚头得妇的莎士比亚真正勇敢的人,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,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,用其是宁忍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横阔。 士比亚多听少说,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,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。 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,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照亮别人,否则等于没用。 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,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。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,谁生着,让他自己去传达行诉吧,总不要请别人带牢。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,在她的魔力之下,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。 杀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,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。 一艘星下水的船只仰帆出港的当儿,夺墨像一个娇妖的少年,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揉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,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翻也变成了百节的破纳。 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,给那轻狂的疯儿四一七零沙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。 沙士比亚,一个本领超群的人,必须在一群敬敌之前,成才能够写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。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。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,沙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。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纸水的神器,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。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,思想渊博。 他们的神器之间,好像说:"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。 我,要是一张开嘴唇来。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。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,博得了智慧的名声。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。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,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。 沙士比亚美。